逮捕裁判快毀了 這季的美國橄欖球賽 美國橄欖球聯盟的球員 超氣逮捕因勞工福利 目前在罷工的裁判 這些公賊裁判的拖窗判決 快毀了這季球賽 許多教練不是已被罰 不然就是 將會因批評公賊裁判 被罰犯規 甚至是紅人隊的教練 沙漢娜的兒子 在帶你去上班的日子 跟公賊槓上 這些公賊裁判超爛 爛到許多都被辣妹 美式足球聯盟開除 因他們不務正宴 其實這最後都要怪 聯盟委員古德 英英大老闆都讓他用 鐵碗專制管聯盟 還有啊 古德沒在這一季開打前 解決這勞工福利問題的僵局 其實說穿了 古德及大老闆們啊 根本不在乎球員或球迷 所以啊 去看球賽時 記得要帶語句喔 但球迷們都可以接受 任何聯盟的虐待 因他們實在對橄欖球 一往情深啊 錢也隨便讓聯盟坦巴巴 說實在的 你們這些球迷會因爛財判判決 而不看這次球賽嗎 留言跟我們說吧 說實在的 你們這些球迷會因爛財判判決 而不看這次球賽嗎 留言跟我們說吧 留言跟我們說吧